首先是AAA的六個部分受賞者 現在公開了 CN 金鮮宏 在AAA頒獎典禮聯讀兩個人氣獎 演出海岸村恰恰 人氣暴漲的35歲男韓演員金軒虎低調沒有出席領獎 他跟前女友的飛紋導致形象大傷 神引一個半月的他首度發生 曬出AAA獲得的獎項照 公司人員代替金軒虎表示 真心感謝大家給予獎項 會努力以更好的模樣來報答 而金軒虎也在本週復工 10號預計開拍電影《悲傷的熱帶》 已經參與了獨本會議 片商也PO新照熱烈歡迎他的參演 表示相當期待 而近期收視表現亮眼的戲劇 則是由2PM俊浩主演的古裝劇 《衣袖紅香編》 公女成得任替朝鮮軍王俊浩到熱水進浴池 不過俊浩一個起身露出了結實身材 兩人之間充滿粉紅泡泡 之後撞在一起讓人臉紅心跳 這一幕讓未戲減重的俊浩印象最深刻 俊浩退伍後以古裝劇回歸 就繳出亮眼成績單 最新收視率出爐再創新高 打赤薄戲也再度衝高人氣 TVBN 新聞楊欣鳳 紅一聽臺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